大家好 我们给月季每年换一次盆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月季它是喜欢大水大肥的植物 只有通过换盆换土 才能让这个土壤里面的肥更加的足 那么我们该什么时候 给月季换盆是最适合的呢 一般正常有秋季冬季 一般建议呢 大家在我们所处的地方 气温下降之前 也就是这顿时间 因为这顿时间的话 我们给它换完盆之后 它也可以长一波新芽出来 那么到了天气冷之后 它就开始进入休眠 休眠这一段时间呢 就有足够的养分来越过冬天 而且我们给月季换盆 大家一定要看准时机 不要在它开花这段时间 也不要在它长新芽这段时间 我们最好就是 当这个月季进入秋季之后 天气转凉了 抓住它花谢这一段时间 当我们刚刚把这些残花 给它全部修紧完之后 就给它换盆 这个时候是最适合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 如果说这个新芽长出来 我们给它换盆 那么就会影响到它的新芽生长 甚至这些新芽呢 可能会枯萎掉 我们给月季换盆之前 最好先给它 浇灌这个土壤 用零酸二金甲两次 然后浇灌完两次之后 就进入控水 控到这个土壤干了 根系有点发柔软了 叶片有点发烟了 我们再给它换盆 这样的话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因为使用零酸二金甲 可以强壮一下它的根 给它控水呢 让它的根系出现一种缺水的状态 提高它的生长欲望 更有利于它换了新的环境之后 快速掌心根出来 好了 这就是我们给月季换盆的一点小基石 我们下期再见